一段文字 叫 text 就是一段文章 一句話就是 text 可是 text 本身 它的意義是被它的 context 來決定 context 就是背景 單獨一個字 我們沒有辦法確定它的意義 因為那個字要跟它擺在哪裡 意義就不一樣 比如說 這是一個 text F-O-O-T 我要請問你它是什麼意思 foot 好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管它 它是足或是腳對不對 我在今天問你腳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腳 你要怎麼解釋 讓我們了解 當你用腳這個字 你想要表達是什麼 是動物 讓它可以走的 支撐著動物的兩隻一隻或四隻的 或是一百隻的 那個東西嗎 跟手不一樣嘛對不對 就是我們身體長出來的東西 它是 一般腳 我們會認識它是在下面 它是支撐著身體 讓身體可以行走的 這個叫腳 但是foot這個字 不是都是腳 不是都是 下面讓你可以走的兩隻 不一定 要看它寫在哪裡 好 好 I have two feet two walk 如果誰在這裡 我有兩隻腳可以走路 這個就很清楚對不對 這樣就是講的是 我身體上面有兩隻 讓我可以走路 那個腳的功能就是走路 那我可以走路人的那種根 我把它做做腳的 所以我再往下去講 Walk to Mountain foot 好 那這樣講的話 這個句子裡面就有兩個foot 一個是 I have two feet 一個叫做Mountain foot 這個叫做山腳 請問 我們總共有一個地方叫做山腳路 有一個你叫做山腳 你對 山腳還不會走路 怎麼會不會走路 你腳不是要走路 所以在說 噢不是不是 那是山腳不是人腳 所以 一樣是腳 頭前是人 還是山 意思就沒什麼 所以你沒有辦法 只有一個foot 讓我知道 它是什麼意思 所以為什麼你去查字典 一個字後面有五六個意思 就是 在這個地方是這個意思 在另外一個地方可能是另外一個意思 在第三個地方可能是第三個意思 那這個就是你要解釋一個text 你必須要了解它是放在哪一個context 這個我們叫做解經的方法 interpret text in context 如果你不管它的context 如果你不管它的context 就說這個字就是這個意思 你可能會換個 就是 斷章取義的問題 因為一個字是放在一個文章裡面 你把它切頭切尾 就只有舉那個字出來 那硬說那是怎麼回事 人家說 不是這個意思 那是另外一個意思 因為我了解不是這樣 那現在很多在台灣 做完公投的正義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屬於這種 text outside of context 的議題 那 我的一個 神學院的學生 就跑來跟我說 我們可以緩婚你嗎 結果最近 後來我很後悔 就是讓他緩婚 那一天晚上緩婚 第二天馬上就有人來跟他抗議 所以你如果這樣說 就是這樣 我老婆說你完蛋了 你以後走投入了 那這裡可以嗎 一件可以嗎 一件可以嗎 就是 這個context還有兩個 有那個 有那個 文學 文化的背景 有文化 歷史的背景 所以 這個麻煩 你要解釋一個text 或是一段文字的時候 你要了解 你講的是清朝的時候 在講的 還是現在在講的 還是明朝 或是孔子的時候在講的 因為那個字 在不同的時代 可能給予不同的意義 這個我們要小心 所以你要讀一篇文章 你要知道他是哪一個朝代 你要去查那個朝代的人 他們怎麼了解那個字 我們現在的新約聖經 叫做 新約希臘文 你應該知道 跟現在的希臘文 是完全不一樣 他是兩千年前的希臘文 為什麼 神學院學生不念 現代希臘文 因為聖經是兩千年前的希臘文 你要解釋兩千年前的 你只有去了解兩千年前的文化 跟當時的文化 那所謂文化 第一輪重要的就是前後文 這個literary 所以我們在解釋聖經常常是 耶穌講這個故事 或做這件事 你要知道的是 這個以後發生什麼事 講什麼話 這個前面發生什麼事 這兩個會影響這個人的解釋 因為耶穌是在 他講很多話 他做很多事當中 中間他講這句話 如果你前後不管 你就只有完那一段的話 你可能會任意的解釋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談到 這個阿伯拉罕這一段故事 他的意思 他的前面是 他的前面是巴別塔 所以我們只是想要知道 神在那個時候呼召亞伯拉罕 是在什麼背景下面呼召 是在 人類抗拒神的 吩咐的情況下 神呼召亞伯拉罕 你就看得出來那個對比 所以 我解釋這個目的就是要介紹再來 我們要看他的 context 從巴別塔到亞伯拉 這是聖經裡面的一個跳 這是巴別塔的故事 他們往東邊接禮的時候 在士馬丁遇到一間平原 住在那兒 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 我們要做磚 把磚燒透 他們就拿磚當石頭 又拿石器當灰泥 他們說 我們要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頂通天 傳揚我們的名 免得我們分散 這是創世紀十一章 創世紀十二章 十一章的末了 就是亞伯拉的家族開始出來 十二章 就是耶和瓦呼召亞伯拉 你要離開 本地本祖父家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呼召 跟上帝呼召人類要 生養眾多變滿地面 但是人類決定我們不變滿地面 我們要擠在一起 你擠在一起力量比較大 我們才可以 蓋一個城 才可以蓋一個塔 我們一旦分散 我們就不可能 不可能蓋他 蓋城了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跟上帝 要我們做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就叛領神 為了不讓他們叛領 就讓他們蓋不成 那個幫別塔 那個是那個故事 所以神就介入 讓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會叛逆沒有成功 但是神還是要找一個 可以聽到的話的人 後來就在當中呼召亞伯蘭 所以那個背景是這樣 在他們叛逆以後 神讓他們這個沒有成功 他們的語言就亂了 就不同了 然後神就開始 對亞伯蘭說話 那時候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顧家 這個我們分析了很多 就是指示你的地方 你這位大國 我賜福給你的名為大 叫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的 我賜福給他 咒逐你的 我要咒逐他 地上萬主 因你得福 那這個是要為自己養名 為自己保護 那這邊是神要保護他 神要讓他的名為大 所以這個也有名 這個也有人咒逐你 我會咒逐他 這是神保護他 這裡是自己保護自己 所以這裡是有一些對比 有一些對比 我們可以看的 我把它列出來 這邊是巴伯塔 這邊是亞伯蘭 那巴伯塔的特點就是 神命令人要分開 變滿這地 可是人是叛逆 不要 我們這體地方很好 我們不想離開 我們要聚在一起 所以他是叛逆命令聚集 那亞伯蘭是順武呼召離聚 這是第一個對比 神要人類要分開 可以去把神的恩典 弄到全世界 他們不要 我們給他們做 所以神要呼召第二個人說 你要不要離開你的故鄉 所以這個是 婚禮跟聚集的一個對比 我知道 如果基督教在 耶穌聖典以後 所有的信徒 那十一個門徒都聚在一起 到今天 基督教還在巴伯塔 我們沒有永無教會 全世界也沒有基督教 不可能的 就是聚在那邊 所以神希望這個恩典 是讓全世界 勢必要有一些人 願意離開 願意離開 那我也很詳細的講 離開就是 離開你的自治體系 離開你的安樂模 你要去冒險 你要去付代價 那我也很明白 不管是我們彰化的 這個藍醫師 還是台北的馬街 還是很多這些外國人 他們其實就是學著 阿摩拉罕的榜樣 因為就離開高雄 甚至他們選擇不結婚 就自己一個人 因為一結婚的話 就很難在海外 待那麼久 我們都曉得 有孩子有家庭 就有很多考量 他們為了順如神 他們付很大的代價 他們離開 那有一次人選擇不離開 他就留下來 就留下來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不同 他們選擇 不要離開 我們要在真的 接受神的呼召離開 那這邊呢 他們留下來的目的是 他要蓋一座塔 他要蓋一座城 好讓我們能夠揚明這地 好 那這個明的問題 就是所謂 馬斯德講的 人的一生 第四個需求 就是要被肯定 我讓你們 熟悉不熟悉 馬斯德的 人的幾大需求 第一個需求 就是我要活下去 survival 生存 我不想死 我要活下去 就是我要有吃 有喝 有穿 剛才 知名胸要載我來 跟我說 怕你比較冷 你這樣會太冷 我說 我早晚餐 晚上又要到台北去 我想台北會比這邊更多一點 你知道如果沒有穿油就會動死 知道嗎 我們是問題動物 所以我們要保持一定的溫度 活著的話 你整個系統會壞掉 那這個是要活下去 一定要有 起碼的溫飽 就是要有個吃 不然你會餓死 沒得喝就渴死 那馬斯德說一個人 他的需要最危險 他的需要最危險 就是他要活下去 那活下去 再來就是要安全 如果我有得吃 有得穿 而且還可以選高雄市長 可是晚上人家一顆子彈 就把我打死了 那我就不必選 不是嗎 所以他就找了 兩百幾十幾個禿頭的 要跟他一起進場 那有時候這樣更危險 因為到時候不想要保護 哪一個禿頭的 因為大家都禿頭 那個警察搞不清楚 所以不曉得這樣是比較安全 還是比較危險 Anyway 就是 有一句話叫做 違邦不入亂邦不拘 你知道那一句話嗎 當那個 我記得我在 當Rising的時候 那個 那個 中美斷交還是 特殊聯絡國 那時候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就是說 中國就要打過來 當時台灣 我的了解是 能跑的都跑 但是另外 在那個之前 就是說 我忘了就是這兩個 一個是推這兩個我 一個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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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斷交 那個時候 我的弟弟在美國 台灣就有一個小姐 說願意嫁給他 我弟弟 特別會回來 半夜三點去美國大使館排隊 就是跟他先冬季結婚 然後要把他辦 帶他去 我還記得早上三點去美國大使館排隊 那時候大家還不緊張 就知道東風要打過來 因為美國已經忘記台灣了 結果我排到 他很高興就過去了 可是過去第二天 那個女孩子就不見了 不見了 他只是要逃難 我弟弟難過了很久 他被第一用 你知道嗎 所以 因為 也沒有辦法辦結婚典禮 因為很緊張 所以也沒有性關係 什麼都沒有 就是幫他去玩 一間登機 就是老婆 然後就拿這個救命 我大使館辦那個 美國人的太太 就辦他過去以後 但是不告而別 這是我弟弟一生的痛 就這樣 代表就是說 我想要離開這個地方 不擇手段 不管什麼話 只要能夠離開這個地方就好 這是我家親自碰到 然後一個辦戶口 你知道我叫戶口不是嗎 我是副長 突然我就發現 他的戶口不見 我跑去戶政事務所說 我是戶長 我裡面叫我遣掉 我怎麼不知道 所以很清楚 對方也跟戶政事務所勾結 把他的戶口也牽走 被我讀 什麼都沒有 只要我弟弟 咬一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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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所以後來神又釋給他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不過我想要講就是說 當我們碰到一個危險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想盡辦法 要讓自己離開這個危險 到比較安全的地方 那賺這種錢 賺最多的就是保險控制 你看你每一次出去旅遊 他都要你偷 旅遊平安保險對不對 可是每一次都是你虧嗎 所以他是保你危險的 因為保你平安 就是你虧都是他賺嘛 對不對 他說那賺很多耶 久久才賺一個嘛 因為他們那個保險控都會算 算那個risk 知道嗎 就是發生危機意外的那個 彎是多少 他給你收的保費是根據那個 他收多少錢才賺一個 萬利發生的率提高 他保費馬上就提高 你不要請你農業 農業你來神經病 你就不會死 每年你一定保費提高 因為你的那個risk 又會提高 對不對 所以保險控制絕對不會賠 他賺得這麼好的 買不買財利啊 那個等於是大家來軍安那個危險 那我們台灣全世界最好的就是健保 健保是規定大家都要參加對不對 就是全國的人大家交錢 那那些倒霉生病人可以去接受治療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本身沒有什麼不對 就是等於是一種共產主義 就是危險混濫 那所做的話嘛 就是賣的就是這個安全 安全感 這個他不會跟你說 可是萬一發生意外 萬一生病的時候 他幫你度過那個難關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也是很重要 這個是現在的賺錢 那個行為 那如果你有得吃 而且安全感也沒有問題的時候呢 那下一個是什麼 哇這個好多了 謝謝老師 緊站 歸屬感 如果你有得吃 還有一個安全感 那你就這樣 每個人過得這麼高度 還有什麼事 對嗎 你自己感到一個人 所以人喔 如果外人生就要有伴 要有伴 才會覺得這樣不高度 所以他就認為這是要伴 好啊 要陪伴 要分享 要分擔 那把這個 把這個表達最好的 目前就是婚姻 婚姻的制度 全世界的文化都支持這個制度 他用稅 用什麼 各種方法 來保護這個制度 因為 小朋友 必須要在這樣的下面 他才能夠健康 快樂的長大 這個國家才有前途 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 就是婚姻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 這個 這個歸屬感 是沒有辦法 被制度保護的 你知道嗎 剛才我舉我弟弟的例子 就是這樣啊 照政府的規定都做了 可是 主觀上他不是愛你 他只是要利用你 來達到他的安全感的目的的時候 就是 外面來講都和華 可是裡面沒有真正的歸屬 所以他強調的是歸屬 就是 我相信你 你相信我 為什麼結婚的時候 要講失言呢 而且事裡面要講不好的呢 或是健康就好了 為什麼要講或是疾病 為什麼或是富有 要講或是貧窮 因為將來我們有不確定性 不一定像現在照樣那麼健康 你可能會生病 可能會痊癒 可能會很悲慘 那個時候婚姻 就是可以陪著你度過那個 那個七彩的 我們這樣保 那個穩定 所以我們爭取婚姻 我們為什麼一直不讓同性戀享受婚姻 就是我們覺得這個很寶貴 你不要動我 你要怎麼樣動沒關係 但是你不要動我 這個是目前我們共同一個很大的愛子 為什麼你那麼在意婚姻 你不要讓他這樣動你 因為你覺得這個提供給我 是一本歸屬感 這是人類 馬斯勒講人類的第三層的需要 就是這個制度 讓我覺得這一生我有挖苦 你知道嗎 那我有人願意跟我 分享他內心的深處的 快樂悲傷怎麼樣 所以這裡面有包括 保護 有包括陪伴 有包括分享 混淡 這你如果既然路過你就知道 老老老老 那個可貴的地方就在 你們兩個一起走過人生 一大段的路 包括口迴 包括想法 包括婚嫁 都沒關係 都會經過 但是經過以後 我們沒有離開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是帶著過去的那一些 我們到今天就很珍惜 那個關係 所以這個重點是關係 制度 只是要來保護這個關係 如果那個關係不建立的話 制度是不容易 所以那個歸屬的關係 如果一個人 可以身處 有東西吃 有水喝 有衣服穿 而且他要買很好的保險 沒有問題很安全 而且中國跟台灣也定了 互扶儘管條約 就是不必擔心 什麼會但對準 這個都沒有 我們台灣最能好的地方 這樣評估應該是全世界 屬一屬二的 最善良居住的地方 那我們為什麼要移民 大家的餓 對不對 那如果你又有一個 跟你很好的配偶 那這樣應該很幸福的 你會追求什麼 他說這樣還不夠 你有沒有人家 安全 還有一個很疼 總是無路應 所以那個搖 搖什麼字就哭啊 一聽到無路應 就哭有沒有 我媽媽靠到 我生一個兒子 無路應 有沒有 那個柯皮的媽媽就罵 搖什麼字 那是無路應 那是無路應 無路應就唱了 所以人呢 不是只有 有人愛你就好 不是只有安全 不是只有有東西吃好 那有路應啊 什麼叫做有路應 就是你這個人 在社會 讓人 尊重 你知道嗎 人看得起你 感覺你對社會有公平 你的重要性 你是夠分量 你知道嗎 不是說無理無理 都一樣 那這就無路應了 那如果無理就吃好 無理就吃差 這樣的人就很有路應了 他的方形 他的功能 他的角色 我們講的這次 功能跟角色 就影響到你的地位 這個呢 就看這個文化 不同的文化 會定義 在這個時代 哪一種人 是比較有路應 譬如說 楊貴輝的時代 就是要瓶瓶 這樣比較有路應 現在就要散散 比較有路應 那個會隨著時代 不同 比如說 在我們 念義學院的時代 外科有路應 那如果真心科是無路應 我現在就是 堅不路應 所以就像說廣東代 現在是真心科有路應 外科有路應 所以 其實外科就是外科 精神科就是精神科 可是 不同的時代 會比他不同的 價值的 那個重量 知道嗎 如果你的兒子 他一樣 要穿這科 那你就穿這科 這科重來 那其實就是 就是這個階段 那個叫做成就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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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成就 其實是被社會跟歷史定位 我講的就是那個 Tex In the context 所以 在不同的時代 會給不同的職位 或不同的工作 給他 不一樣的重量 像 我的爸爸的時代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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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實力都還算總統 算總統 照我和我一樣 這不一樣 不一樣 看那個環境 在中國的話 你不要講 就搞 除非你姓喜 如果你不姓喜的話 最好你不要搞 你搞的話 不久就是被什麼 兩龜三龜 然後就是 等一下就是被 抓貪腐 就完蛋 太多了 太痛苦 所以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 出頭梯 出人頭地 換句話講 就是你的名片 後面會印一大堆 那個什麼 董事長 即使你什麼事都不懂 是你的董事長 董事長 很多機構 慈善機構 你就是什麼 什麼 你是顧問 那個就是 名片越多 代表頭銜 代表你的成就 那馬斯特認為 這樣要不夠 到目前 到這裡為止 都是 割白人的 變成說你要吃飯 你就要割農夫 對嗎 農夫人有要整條 你就沒人吃了 安全感 你要割 這個保證 有 做那個系統 你也沒有 董事館 要有人牽涉 讓你自己 鼓鼓鼓鼓 對嗎 成功又是 一個人 要一堆人 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 都在這個做 剛好你 經常在這裡面 你叫人家在做這個 這樣在韓國當牧師 比台灣當牧師 更多人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曉得嗎 韓國對牧師的那個尊重 很多姊妹就是 立志要嫁牧師 在台灣是說 不好不好 給牧師很難過 對 一樣當牧師怎麼差 因為不同國家 這個就是 context 就不一樣 好 然後呢 馬斯特認為 人到最後要 脫離眾人的影響 活出自己 這個自我 不是自私 這個自我 就是說 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有沒有你的理想 有沒有你的價值 有沒有你的原則 如果有的話 那麼你就不會 什麼都是看別人的 我們可以說 所有的小朋友 要當大人的時候 他們最掙扎的 就是什麼是我 什麼是我的爸爸 我的媽媽 如果一個小朋友 他的爸爸很有名 大家都說 那是母兵人的金 那個小朋友 就沒有自我 因為他是 附在他爸爸的 下面的一個附屬品 他要想辦法 我是我 我爸爸是我爸爸 這個我們叫叛逆 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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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要尋求 自我的肯定 這個就是馬斯特講的 說人要活著像人 不能夠一生都是為別人 總要有一點自己的東西 那小朋友必須要找到那個 那個叫做自我認同 所以小朋友到初衷的時候 就要說 我是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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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當理工 還是要當社會科學 我要這樣 這麼嚴重 就是我 所以我們的我 是在一堆官妻 一堆價值體系當中 每一個小朋友 就看著他的父母 看著他的環境 看著他的學校 然後自己找他要的 如果他的環境 許可他 把他自己要的 能夠活出來 他就會覺得他活的是 我的生命 不是替爸爸活 很多父母 因為小時候很窮 沒有辦法學情 就一定要他女兒學情 那個女兒後來貪得很好 可是他一生很痛苦 因為他是替媽媽貪情 他根本一點都沒有興趣 可是現在媽媽小時候很窮 就很遺憾 我們班有很多同學 是替爸爸練力學院 爸爸想練力學院 家裡太窮 沒有機會 現在用錢 就一準逼小孩 你替老闆打一個樣子 不要這樣 這是要兒女幫父母玩夢 然後 這父母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我叫自私的父母 因為每一個人 有每一個人的背景 有每一個人不同的生命 我們父母鼓勵孩子 培養孩子 告訴孩子這個很好 可是到那個時候 我們在尊重他 說你自己尋找 你這一生想要活的 那是馬仕勒講的 就是那時候他能夠到自我實現 所謂自我實現 那那個我也不是他自己產生出來 是經過父母啊 幫你跟我媽媽什麼 然後他自己後來酷出來 就算是同暖雙胞胎 到這裡恐怕會分開 不會完全一樣 這是每一個人 獨特的部分 是別人不能夠強迫他改變的 這是最真正的我的價值 是在最後這裡 後來他要改變 他說要自我超越 這是他後來再改 他本來的理論只有五個階層 後來他又把這個自我實現 都分成那個理性認知 還有美感 就是音樂啦、美術啦 還有最後這個就是自我超越 就是 我這個我 比如說我有理想達到的話 如果我認了我已經達到理想 那我這個我就死在那裡了 等於是 耶穌說 人若愛自己的生命 就要失去自己的生命 人若願意 把自己的生命擺下 他就得生命到永生 換句話講就是說 當一個人把自己的自我已經完成了他 有的吃 有的穿安全 都有的 他自己的理想 一概很好 他覺得說 哎呀 我已經 都拿到了 我這個人能完滿 那神說沒有 你就完蛋了 因為你已經沒有在成長的空間 你認為你已經完全 對不對 你應該覺得說 我應該還有 還沒有拿到 在死以前一直覺得我還 那個就是自我超越 那自我超越就已經不是你的 就是你有一個外面的東西 比如說 共產主義 或是說資本主義 或是基督耶穌 或是誰都好 就是有一個不是你能達到 可能到死也達不到 可是那成為你的一個dream 你的idea 或是他們叫做北斗星 或是天邊的一顆星 就是那個是 像航海的人 他們到外面都沒有電燈的時候 他們是靠著北斗星 來調整他的船的方向 他才不會迷路 你有那一顆星嗎 那這船永遠打不到北斗星 可是他永遠是一直看著北斗星 就是你的人生 有沒有一個人帶領你往前走 到死都走不到 那是你一直 要往那裡走的 那個叫做終極關懷 那個叫做終極價值 你有嗎 那個就是讓你不斷的超越自己 就是我已經得到 可是我還沒有 那個還沒有 所以我在超越 超越我還是還沒得到 所以你要立的一個是絕對 那基督教會提供這個 就是你要完全 像天路完全一樣 但基督教很清楚就是說 你做得很好 可是跟天路比起來 可差一點 所以 所以 換句話說 只要你還沒死 你都還有一個目標 那個叫做終極目標 還是終極 那個是死都做不到 但是你很清楚 那個是你的 永遠不會忘記了 所以他認為到最後一直不斷的 自我超越 自我超越 所以這個是變成永無止境的往前走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馬斯勒 馬斯勒 Embran馬斯勒 他提出的一個 理論 人格 他說人有這些需求 好 那我要跟你們講的就是說 這個八卑塔的人 他們就是 留在這個城市 他說我們要蓋一座城 我們要蓋一座塔 讓我們能夠揚明世界 對不對 我們要被全世界肯定 我們蓋的城跟塔是全世界最高的 就像我們蓋101 那麼人家不久就把你塔回來 對吧 但是我們覺得很驕傲說 你看我們台灣可以改那麼高 他們大概是那個意思 就是 他的人生就只有到 馬斯勒只有到 自我成就 沒有到 自我實現 我超越 自我成就的困難 就是 你是活在別人的期待中 這個成就是別人給你肯定 所以是社會的期待 社會期待怎麼樣 你就盡量 你盡量滿足社會的期待 社會就給你很高的薪水 給你很高的地位 因為現在社會認了這種 是不是最需要 我們念醫學的時候 醫美根本不存在 當我當牧師的時候 我隔壁那個女生 就是醫美的女醫 幫你做融入的那個 雙眼皮 那個現在變成是 醫生當中大家急著要進去 因為 不必晚上不必急診 沒有什麼危險 而且沒有健保給護 完全沒有所難cash 所以健保根本來不到他 這個有很多保足 這個整個系統不同 這個整個官員改變 為了 當年比變雙眼皮 花多少錢 很多人就是 還一趕快 所以成就 所謂成就 是看社會 當社會有錢 是醫美就有機會 當社會沒什麼假期 醫美就沒有機會了 對嗎 現在我們小孩有幾歲 就要趕著一趟去 潮水去 就像我沒病了就不行 對嗎 就像那個 那你自己帶去 那個人的 就像那個人的 那你們慘了 我還是很難的 對 那就是要漂亮 為什麼我不美 我就是要美 我不是講誰 我只是隨便講 你們笑得很開心 那就是一個期待 社會的期待 我們就是為別人而活 沒有為自己而活 這個是活在成就裡面的 那個時候其實我 在我班上是第一名 然後我決定走精神科 就是全班人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是屬於比較自我實現的 我不太在意大家怎麼樣 我會覺得說 就是那個林憲哥 我還以為你要祷告看 台灣最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上帝要你做什麼 你不要去管 現在誰最賺錢 還是誰最有地位的秘密 就是問這兩個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 蘭伊斯林講 他不是只有給我錢 讓我可以練注重 他還影響我去找到 我人生的那一顆心 所以後來我可以不當醫生 變成牧師 其實也是同一顆心 就是上帝要我做什麼 就一句話而已 如果上帝要我傳到我就傳到 雖然傳到你的薪水比 比醫生差很多 那個時候還沒警告過我 說你如果沒有這個醫生 我不會當我的醫生的薪水 你要想好 那時候還談跟我講說 根據中華民國的公務員 服務法 我頂多可以給你檢認幾級的 結果一算就是 差不多醫生的40%的薪水 就是公務員最高的等級 他就說我只能給你這樣子 因為你做的工作不是醫生的工作 你願意嗎 減百分之60% 但是我的 從南歷事件就是 上帝要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那是我的最高的理想 所以我就不太在意成就知道嗎 太大的工作 跑去鄉下 那也是後代嘛 就是大家公認 你有這個能力 你有這個機會 為什麼你不爭取 對你的前途最好的 那個機構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訓練 隔壁可以 可以說 為什麼你要那麼笨 一直到畢業40年 我們同學會的時候 開始有同學說 我們佩護你那個時候 你要勇氣 做這樣的決定 那是40年後 在40年前 他就不想說 這個問題 心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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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空 我才會這樣聰明 這個就是 他的價值體系不一樣 所以神給我的是 不只是讓我可以 基本上可以得到錢 可以讀醫學 他讓我的 我覺得最可貴的是 賣客席 你知道嗎 你有你就會 走得跟人家不一樣的路 也不太在乎 別人要不要幫你指指點點 還是說幫你拍拼 還是幫你拍拼 還是幫你拍拼 這樣就沒問題 好高明就是 我們部門還可以 打電話 有的不行 我爺爺是台大 怎麼會變得不值得 我不是這四人 叫你五期了 還好我老婆 那時候 在跟她約會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說我爸爸說她要拍拼 就是死了 所以 大事她就死了 所以我就跟 我的女朋友說 我有跟上帝說 如果有一天 她看得起我 要我去傳道的話 我願意幫我爸爸還這個 這個債 後來我聽進去 後來我變成不是醫生的時候 很多人就偷偷問她說 你不會後悔嗎 請給她說 突然變成牧師 我說沒有啦 這人就跟我說 感謝做 後來我們就決定說 老實在是比較好 公廟的 阿強就是 我們就 做朋友就好 不要跟她做 還只是 團體裡面的朋友 這公主公主也不錯 所以以後我改什麼 她就 她不會有意見 因為其實以前就 講好了 她也可以接受 這次想不到我 我的問題 我早就趕快去 那當中我其實有想放棄 反正是我老婆跟我說 你別再放棄 你不要走到這樣 你就要繼續走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 歸屬的好處 我有一個 我老婆看我怎麼走路 比 我看我還要重要 你知道那個人嗎 因為我 做到差不多做了 她說要去撲什麼 撲不出來 她知道嗎 她說這支剃圖 我可能就給她撲 我就讓她撲了 那不然你就撲出來 是真的 我要放棄了 因為我的小孩已經讀大學 我算一算錢不夠 我讀博士很貴 在美國讀中學 不要什麼錢 可是讀大學錢就要很多 我的學生 我的學生 不然他們的小孩 每大學還要貸款 我知道 我老公只要來做 又是做博士而已 那個薪水 算是在美國 是可以領社會安全 補助的薪水 就是被歸為拚命的 是可以過 但是要緊緊 我就想說 我們台大化工師 在美國的薪水很高 她老婆又是做房地產 做得很好 她們兩個 每個人貸那麼多 小孩怎麼就貸款 我現在不知道多少 什麼大賊 這樣我怕 絕對死的 她們說 那我怎麼辦 結果想不到 你知道嗎 我三個小孩 到畢業 沒有貸款 這個 這個 說不成就 到時候 就是 不要貸款 然後就 就這樣 一塊一塊 很高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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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神的恩典 就是在別人看 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們就這樣走過 那這種信仰的經歷 就是會 慢慢的也會影響我 好 那就是 講的這個成就 講到Marcelo 你有沒有這一塊 那其實這一塊 就算退休了 我還在做夢 你了解嗎 如果你已經有進到 人生有進到 那一個區域的話 這個跟你退休不退休 沒有關係 你還是會想說 只要我還活著 我還能夠做什麼事 神你要我做什麼 這個問題是到死以前 還會問的問題嗎 對不對 而不是說我已經達到什麼 沒有我沒有什麼 只達到 就是最近不是我 這些有怎麼去東死嗎 那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 我也不知道要去做 我只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牧師如果退休就要 離開教會 會比較容易 做得越好的 牧師要離開教會越遠 不然他會影響 後面接任的牧師 會不會走 會站起來 你做得不好就沒有關係 因為人家他討厭 但是你做得很好 很多會有很痛 你知道嗎 很準確嗎 那今年的牧師來 一定會有會有的 那個磨合子嘛 那個時候有問題 都會跑來 打我這個牧師疼 你知道嗎 那牧師疼 還疼到沒有 就疾症了 所以那時候 我就想說 我做緣一點 好 可是我不曉得去哪裡 退休啊 你會找到的很奇怪 你不是退休嗎 結果就跟陳佛妮 想做過 這個想要我幾位 一陣子疼 你幾年 退休啊 你怎麼不來我吃 我說你在那裡很好啊 我也叫人家 說你做過沒有人要來 說什麼 他就這樣子 幾年那是沒有人要去 那就是我們以前說的 我以前畢業 他就要去沒有人要去的地方 剛好我有這個機會 我在河嶺大牧師 不算是沒有人要去 很多人要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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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嶺到的就是 那裡有一些問題 所以變成請我牧師 不是沒有人要去啊 那後來就是 我跟董文以前就去了嘛 那現在看到就是 我年輕的時候 我大事的時候 我爸爸死的時候 我跟上帝說 我願意幫我爸爸還在 一直到我退休才實現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特別規劃說 我要去哪裡 對不對 剛好有這個時候 我就來幫忙 結果呢 兩年人家 去美國英文念不好 就回來了 我本來就知道 已經出去嘛 大概四五年 我的計劃是六十五歲 我就在那邊 我就沒有把心事 退休就退休 我就說 你來你講幾個小年六十五 我還有辦法照嘛 所以我就是志工 幫這個年輕的傳道來 就好這樣 也真的做得很愉快 結果他兩年就回來 跟我的計劃都不一樣 我本來這樣 至少他出去想念博士嘛 可是他英文都考得 人家博士版不收他 所以然後後來就說 不要人要回來了 所以如果都不行 所以我就只好再 趕快辦出來 因為我姓菜 我姓大一隻 所以 不能一直住在那裡 我對姓菜的沒有什麼起始 只是 只是講一下而已 那我就辦出來 剛好遠小改了那個太保 因為我一直怕套體處 我知道我膝蓋會出問題 這次膝蓋會磨損嗎 將來如果有 頭天我就插馬 我就拿到一頭而已 拿到三頭七八 我就不喜歡這樣 所以我一定要一種 不然是要電梯 剛好整個南部就只有 剛好家裡便宵 剛好是有電梯 所以我沒有選擇就是 趕快去哪用幾副 就趕快去 跟人買一號 剛才我體育金有夠 左右有夠就是說 要有東西吃飯 因為這個第一階層 這個很需要 對不對 這個生存如果 毫無就沒飯吃 那不是就進食禱告 這樣緊張 所以你們的最修金就是 要有老居嘛 要有一個地方住 要生活還可以這樣 不要太好過 但是至少 不要這樣講到內斗 感謝主要就去了 那去就要創什麼 結果有創新 當時就叫我 我沒有理會兒去 我可以 我已經當時要去那裡 當時要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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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很高興 本來沒有薪水 又有薪水 而且是全薪 那個薪水比我再和平還要高 喔 算加薪 我本來要算 就要吃老粉 跟這個就算什麼 沒有薪水比我 我的後現代 把同心人的砍發 做了兩年 人家回來 網路沒有 結果那邊 總統教會說 這個人不可以 這個人沒問題 所以 兩人都不去了 不然不知道要怎樣 就說 我家裡要去那裡 就搬出來了 結果呢 那個 章雞啊 普雞啊 還有擁有教會啊 不然你就有事 有多少在說 所以才跟你們混到今天 這個我也沒有料到 就是這種 這種發展 那時候是 叫我來 或是說 要跟自己穿的 叫我看 都老年 沒關係 完全 有人要聽就好了 謊說謊說 我只是想講的就是說 人在 總是聽他們的書 你要聽他們的書 對不對 人可以規劃自己的前途 可只是上天在 戴靈敏的腳步 那 相對的家裡比我們算得比較好 就是一步一開始 這樣相對 講不到 那個古蹟要我做的 不是一個 像你們這個人 來講一個問題 他那個是要我去 帶整個那個長照 長照 剛好是現在最夯的 就是 台灣政府就是說 這個不做不行 將來我們這一批 以後 社會會亂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 我都會痴呆 痴呆就亂了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 給他一個地方 讓他吃 讓他睡 讓他這樣 不要亂就好了 現在在想辦法 做這個 所以我 我也本來沒想到說 有機會 就是說我對這個 就發現是審給我的 那個 那個星星的另外一個關 你知道嗎 已經是沒有留言 人 退休 想不到 有什麼留言 這就是 想給我 特別的故事 好 所以我不是看自己的成就 是看相對 怎麼做而已 所以信靠上帝的承諾 也不然 他從來沒有說 我要怎麼樣 因為神 答應他說 如果你願意離開人地 門主婦家 我就要叫你的名為大 你會讓人尊重 不是因為你在社會的地位 是因為你拿上帝 把人的尊重 我覺得 我的經驗也應該是這樣 因為從 台灣的價值體系來講 我所做的 其實 我雖然去想想 那麼早就去 我的同學都拿到什麼 醫療奉獎 我都沒有 所以我的成就感很低 沒有被認定 我們全部同學都還在大驗證的時候 我已經第一個就下鄉了 可是那時候 台灣政府還沒有看斷 這個醫療成就獎 偏向服務獎 那現在一大堆 其實 我本來就不是為那個 去了 所以 但是我看到 我的快樂同學 今天也拿到那個 醫療服務獎 也拿到桃園服務 那邊 我也替他很高興 就是 我們大家的那個Dream 不一樣 那至於同學 可以被肯定 我想也很好 因為他離開太大 願意去桃園 也是一個 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坦白講 在那個時候 大家都會爭 留在太大 對不對 那所以 這個就是信靠上帝的承諾 而不是誇口自己的成就 好 他們除了蓋塔 蓋一個很高的塔 來 表示我很好 把他一零一零 他們還蓋一個城 你知道 第一個蓋層的人是誰嗎 全世界第一個蓋層的人是誰 是蓋營 為什麼他要蓋層 因為他失去安全感 整個目的 是要保護在城裡的人 不會被外面的人欺負 這樣子 對嗎 所以戰爭 一旦是戰敗國 人家就是把你的城牆拆掉 讓你沒有保護 為什麼以色列人 他們能夠歸尾 建城牆 他們要哭 就是說 我們終於有一個可以保護自己 這個用心理學來講 叫做反對 叫做界限 我們的每一個家 我們每一個人的家 都很清楚 我們家是到位到到位 你知道嗎 如果是外國人 他們就是 建城牆拆掉 他們就知道 那是他們家 如果是中國人 就要去尋找什麼 建城牆拆掉 外國人那個 旁邊是沒有 沒有圍牆的 我還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和平教會 不只有我會講 上面還有 脆泡泥用水泥 都在上面 因為圍牆的教會 爬過來 還要用脆泥泥去保護 對不對 因為平常教會沒有人 什麼人要賠儀 也要跟阿蘭布 要幫忙 都有可能 所以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們要蓋新大樓的時候 我就取一個願獸 我們有沒有可能 將來是沒有圍牆的 教會 你看廟 你看廟有圍牆嗎 廟都在這裡就是空間 為什麼 相信董生的神的 教會需要圍牆 為什麼 拜媽祖不用圍牆 因為那個圍牆 給人這個感覺就是 巨人千里之外 它的功能是 保護不要受傷害 所以這種是 智慧的心理 對不對 所以 教會有一個人 有人在這裡 所以要討好 經過很多討論以後 後來 教會終於同意不要圍牆 可是 要設那個 監視器 那個叫電子圍牆 不是嗎 這是至少表面上 所以我們 你看 台北和平教會 我們的鄰居可以 很容易記得我們的庭園 就坐在那邊 旁邊 有一個人 選擇 可以在那裡 開幹 可以在那裡 吃茶 至少 那個感覺 教會都是 居人確定之外 我要特別講說 一樓不能 我還記得一樓是廟墊 因為我們小時候 就住在廟的隔壁 廟墊 是我們小時候 省的地方 可以去那裡 乘國街 可以去那裡 什麼 廟墊很快 廟墊也不去看 老人家去那裡 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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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幹 總是教會不是這樣 教會只是 禮拜禮去那裡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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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總是覺得 才會這樣 沒怪你說團會不會買 你還說 就嚇嚇嚇 嚇嚇 嚇嚇 你不懂得 什麼工 一天沒有辦法 沒問題 結果最近成功了 我非常高興 我堅持在臺北一樓不用 是很笨的 知道嗎 很貴耶 貴一樓都沒問題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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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這停車場 沒有問題 這一點 我成功 就是教會尊重 就是 留下來 將來怎麼樣 我們說 將來是社區 所以不只是外面 不要回強 讓社區不會進來 甚至歡迎他們 進到一樓 他們只要進到一樓 我們就有機會 跟他們開槓 最近因為台灣的這個長照 所以台灣 希望利用宗教機構 既有的空間 來推動長照 因為 政府要在任何地方 再買地 再改那個長照中心 根本是做不來 你一個季 就要請人 在那裡 他就很簡單 政策 現在差不多所有的宗教團 一趟都是給你一個優惠 就是說 你只要報來 那我們幫你出那些老人的錢 這老人就沒問題 沒問題就會亂 如果有問題就算 反應就不會亂 所以想不到 那我以前 我在當牧師的時候 這個都沒有 政策也沒有 可是我一退下來以後 神在我們和平教會 感動一個人 祂是做那個銀行的經理 想要做得很大 總是銀行不會有 為了 想要失智 他就覺得很高興 教科目也是大 很難過 他就慰望說 他要提早退休 他要去學那個 怎麼照顧老人 就是他自己的父母 他父母生病跟我母親 差不多同時間 快死的時候 差不多同時間 我媽媽先死 所以我還教她說 死的時候要去找誰 棺材怎麼買 比較好的 剛好我在她前面 有一點經驗 有一點噴向 那她就 一直跟我談說 她想要這樣 我說好啊 她四十幾歲就退休了 去念那個 然後再去 拿到她的碩士 然後她就在我們教會的 一路 開始去照 千田社區 你知道 千田社區 我們以前 佈到會怎麼去講 沒有人被帶 那個都是很高檔 那個大學教授 台大教授 師大教授 住在那邊 不然就是 那個地方很貴 你知道大安區 那個地方不得了 經濟很高 我們學到會 我們學會都在外面 你知道嗎 蘇聯什麼人 開車來 來禮拜 連到我們的當地 沒有幾乎 結果想不到 我們這個長老 開始去 他就辦 他就告訴我們 教會老人 說我們拜託來 這位 就叫他拜託來 他就來 他就來 他就這樣 你帶你們小人 會想 來講故事 大家老人 就帶他來講故事 後來講故事 後來講故事 中途就走去 附近餐廳 買這個東西 大家回來 就這樣 就想不到 越長越大越長越大 大家就帶人去找 說 欸 很特別喔 待在家 反正 一天就在等 吃飽也沒意思 來啊 開工了 他又帶他們去 去找 找找人 看這個外面 看花費 好高興 很多是教唆退休的 五方 各有專長 然後在那邊就介紹 介紹他的專長給別人聽 我最近當時 說 那個中島來吃飯的 他有幾十幾個人 幾個 我走一天 整間坐到 摸摸摸摸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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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麻煩 來 做風就要來 做倫敝就要來 因為他很特別 走開 做什麼 那個 帶人 我家有一個人 很麻煩 吸管 咬咬咬咬咬 變得很漂亮 帶人 做灰 有的做灰 老人 那 那 我這一次回去 看到這樣 我就感謝神說 我那個時候 只有看到一個 一個 一個夢 知道嗎 就說 希望這個教會 可以成為社區 一個大家喜歡來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做 結果想不到 我退休以後 看到這個夢有出來 我真的很感謝上帝 那時候不是這樣 現在已經 一樓已經夠了 在那裡 你要去刷電盪 門都沒有 不管是誰在用 有可能都是禮拜天 主入學教師或什麼 高興一個創下去 雞鏡一個創下去 倒下擺下去 你 老人要怎麼來 多重 我那個真的 通過經 所以 他如果在炒尾 如果要炒尾 大家都聽回來 他倒下 都可以 像你這樣 就是擺來擺去 你怎麼擺 那時候 我只有一個夢 不然我做不到 然後更感謝主的就是 有一個 那個 那個 師大的美術系的教授 他退休以後 他還是繼續畫畫 他的畫很漂亮 是很清新的那一種 他買了很多繪本 日本的 意大利的 英國的 美國的 他那是收集一大堆繪本 他退休了 有人說 這個繪本 老人要做什麼 他想要拿出來給社區 不知道要去哪裡 到外面 我們要退休的 是有 交易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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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外面 本來是有一個 牧師 宿舍 有買一間房子 還有一間房子 剛才沒有人 開放給他做 那個繪本教室 這就是對孩子 我們這個 國防長老就是對老人 結果 那個繪本教室 現在是一堆孩子 高興來那裡 就是很自由的 可以 鞋子脫掉都坐在地上 你就可以看 他那個書好多 那 我只能說 就是當你 你從神 零受一個dream 有時候 在你的任內 你不能做到 但是 只要那個dream 是神來的話 神會讓後面的人 把他完成 剛才我來講 這樣也是好 這意思是說 我的夢 不一定要我 看到 有可能我都死掉以後 才完成 也沒關係 但是 你有這個夢嗎 就是 你有 要不然 那個經驗就神呼召你 要你去做什麼事 那你這一生就一直做 可能都 做不出成績 但是你就是 一直照你那個方向做 也許如果那個是神要做的 神就會在別人的身上 來完成 你開始的這個事情 所以 他們是要 確保安全 可是我是想說 應該要 讓社區能夠進來 所以這個想法 是不一樣 其實你真的有問題 因為我們有一個會 他做什麼 可能可能會有些問題 結果 禮拜日 早上 人家撐住 方向 人家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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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不到 可是禮拜天 他不要セキ要休假 他人家撐住 但禮拜天沒有問題 結果來教會 在我們教會旁邊的鄉村裡面 叫我幹部 叫我怕 所以安全 其實也 不能說 完全 不考慮 所以後來我也是妥協 就是說 我們要有露營 平常的時候放著 萬一發生事情的時候 所以我們第一道露營是那個弟兄捐的 他在我們旁邊的箱子都設了露營 萬一以後有人再來看寶貝 他就可以把露營帶你拿去警察局 他們就可以做 那一次真的抓不到人 因為還沒有裝那個東西 所以這個也是 就是 都有一樣的事情 才有一個東西 我們曾經問過 就是在露營看見有一個人進來 可是找不到人 我那時候很緊張 因為我們怕有 我們雷晶的姊妹到五樓基隆 然後突然廁所 有一個男人躲在那邊 你會怕死啊 也是找了好久才找到 把那個人之後牽你出去 所以坦白講 這裡有一個 我的感覺是有一個矛盾 教會處在一個 罪惡充滿的社會 又要向社會表示友好 一種不是巨人牽你之外 可是又要保護安全 這是一個矛盾的緊張的關係 這我們必須要去取得一個評分 我並不覺得說 相當不管 那你是誰聰明 我也沒有理會這樣 總是 為了這樣 就這樣 看著我會來 看著我會來 看著我會感覺 看著我會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安全的問題 我說是第二個階段 這個案的問題 這個阿貝達的人 他們要的是安全 所以他們蓋了兩個 一個是他 就是成就 一個是成 就是安全 我講過 第一個蓋成的 就是蓋贏 他是蓋成的他的祖先 為什麼 因為他失去他的安全感 他離開耶爾瓦的面 他就怕說 我睡覺的時候 人家會把我殺死 因為他是把他自己的弟弟殺死 他知道人還是可以殺死人 他怕自己被殺死 神說我保護 他好像不知道那神呆人 我保護你 但是你離開我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他很可憐 他拿到神的保護 可是失去神的同在 這是可憐的概念 大衛 他就是不要失去神的同在 大衛厲害的地方 那就是說 你打我你怎麼樣都可以 但是不要 叫我離開你的面 這是大衛聰明的地方 因為你活在神的面前 你得到的不只保護 還有神的親近 還有神會糾正你的錯誤 那個 因為得到保護的人 他有錯誤 神不會糾正他 神的是保護他 不要碰到壞人的傷害 但是他變成壞人 神就不理他 這個叫任憑 所以我們跟神要的 不要只有保護 要同在 你幹嘛同在 所以四天二十三個 我很喜歡 就是說 我雖然經過時 因為有故 也不怕召喚 因為你與我同在 這個同在壁 這個保護還棒 還重要 他是離開城去冒險 因為本來 他住在古爾 那就是一個城 那是海港城 那是個很大的商業城 可是神要他離開那裡 到哈蘭 哈蘭也是一個城 那是一個河流 又哈蘭裡頭上面有一個很大的城 就是有城牆保護的 可是他爸爸死了 神要他說不是這裡 我要你再往外走 到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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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城 他變成羅曼 變成遊牧民族 沒有保護 巴勒斯坦只有城 可是那個不是他的城 他是外來人 你知道嗎 他一直在 不同的當中走來走去 所以 他只有 靠神的保護 因為他已經失去 強的保護 所以 亞伯拉罕就是 願意去冒險 願意去探索 那這個 這兩個東西也是很重要 就是 偶有人類的文明的進步 就是有一小群人 願意 離開現在 大家認為 應該這樣做的方法 他去嘗試新的 那一票人 就是 創意的人 叫Creativity 創意者 那一票人就是敢 意想天開 那一票人就是敢冒險 冒險 冒險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Spirit 一個精神 一個精神 就是說 大家都沒有做過 你不怕死 你給他擠看看 可能你會血本無歸 可能你會受傷 可能你會 可能你會 死亡 但是你 敢去試試看 其實我知道很多 藥的發明是 醫生拿那個自己 打自己的針 那種精神 後來沒有死掉 那個藥材化明 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 實驗診斷的那個東西 他化明出來 第一個要打水 沒有人會用煮 因為我怎麼知道 那種煮的 後來那個醫生就說 我打自己 死了就死了 沒有死 那個藥就可以用在別人身上 因為已經在他身上證明 那種精神 就需要 要有人怕死 照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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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藥杜蘭的精神 他敢出城 他們不要 他們要進城 要安全 好 那這個跨火罪的成就 他就是用這個高塔 Achievement 做一個陽明四處 可是呢 藥杜蘭是成為別人的祝福 你要做保羅還是要做巴拉巴 因為巴拉巴在聖經是默默無聞 看不到他有什麼顯赫的成就 看不到他要留下什麼經典的著作 什麼都沒有 可是沒有巴拉巴就沒有保羅 也沒有馬克 所以巴拉巴是一個成為別人祝福的人 那保羅是一個被神重用 要在這個地球上留下很多東西的人 我覺得我們兩者都需要 但是如果有選擇的話 我目前的心態是希望我們做一種巴拉巴 換句話講就是說 我可以鼓勵幫助 陪伴年輕人 讓他們家來做得比我好 沒有關係 可是如果是中國公務的話 他不希望他的土地家來比他好 要有本人會把他殺掉 所以中國公務都會留一招絕招 保命用 所以他有十招 他叫他的土地九招 出去打不會輸入人 可是不能比輸入厲害 這種公務到最後就只能表演 因為已經都沒有招了 因為只要九代就沒有了 一代留一招 一代留一招 到最後就剩下一些虛招 讓他們比來比去 那現在這個也沒辦法了 以前講得很厲害 那這種不怕下一輩比你強 這種態度也是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 Eric Anselm講的中年危機 就是你到中年以後 你有沒有那種 我要成就 到時候我要幫別人成就 一招變更招的 你要聽這句話嗎 我樂意來更招 讓別人成就 要不然願意成為別人主 這個是要大家都做武當 因為他要揚民世界 要大家都支持他 有沒有聽話 叫一家能攻城萬古庫 要揚民世界 這要踩多少人的頭 上去你才可以揚民世界 你可以被踩嗎 還是你想盡辦法踩別人 讓你自己可以出人頭地 出人頭地沒有錯 但是如果一生只是這樣的話 那你這個人的人生是太工具主義 別人只是你的解體 從來沒有把別人當作人看 是可以利用的對象而已 跟我被人當仁 你會誠實的誠懇的希望 如果他的能力比你好 你願意讓他 必須有機會顯出來 你不會嫉妒 你不會計較 巴勒巴就是這樣 其實他是基普魯士人 就是地中海日本島的人 他跟保羅第一趟旅行 就先到他的故鄉 結果到那邊馬上顯出來 就保羅比他能幹 口才什麼都比他好 所以去的時候 叫做巴拿巴跟扫羅 所以巴拿巴是領對 離開他的故鄉的時候 變成扫羅跟他的同人 聖經在寫的時候就轉了 可是那個是巴拿巴的故鄉 不是扫羅故鄉 扫羅故鄉是大樹 在大樹的 他會動 所以巴拿巴的扫羅 去到那個島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扫羅顯出他的能力 巴拿巴樂意當島兒 真的名字不見了 他很高興 後來跟保羅離開新來 他又要再栽培一個小的 可是保羅不要 因為那個小的偷跑 那個叫馬克 兩個人吵架 所以巴拿巴這一生 我看見他都是在栽培後代 在身邊留下來就是這樣 你們在退休以前 有機會鼓勵你們 找幾個你覺得值得栽培的人 陪伴他們 鼓勵他們 幫助他們 讓他們有機會做得比你好 就有可能是一個小小的巴拉巴 他會講我要退休以前 我跟神祷告說 我可以在美國 我是在台灣 留下一些年輕的傳道人 是我曾經陪伴鼓勵 那是你給我這個機會 在和平教會 在動詩教會 在動案教會 都有一批年輕的傳道人 因為我們那個教會夠大 所以要請好幾個傳道人 有機會併他們 讓他們在講道在過後面 可以成長 我希望我也可以成為 叫做別人的祝福 不是只有我利用他們 讓我在教會見識更有名 那他的領袖不是這樣 應該還有 沒有了 沒關係 看看 這個是倒掉 OK 好 亞伯拉罕 在這裡他的故事 他是一個 騙埃及華老王 撒老 不是他的老婆 我要講的就是 亞伯拉罕 不是太偉大的人 他為了他自己的生命安全 他跟太太合謀去詐騙華老 還騙到拼金 好像拼金沒有緩 所以才有那個夏甲的故事 夏甲應該是 包括在拼金的裡面 那 老婆很乖啊 就被 拉到後空去 還有那個 半夜介入 不然後來 我肚子的孩子 到底是華老的DNA 還是亞伯拉罕的DNA 這講不清楚 所以 亞伯拉罕其實是 在這裡 沒人說 這裡不像老闆 為了自己的安全 不讓人討厭 他都沒關係 他自己也要做事情就好了 他是 滿自私的 所以我說他是 膽怯懦忽 你如果記得這件事 你要扛 剛才的事情 他先走 這是什麼老公 不然你也跟我走 不然你也跟他抓著走 讓我抓去奉教 你這裡走 你騙金拿來這裡去 這是什麼 然後呢 這個 老婆一直生不出來 後來就把 埃及那個就送他 結果 我馬上就懷孕了 這個 這個也是很奇怪 當然是老婆講的 欸 你母子跟你說 我 我給你去抓小山 你就會去抓 你母子很開心 是說你這個妄帶 我是在跟你扛起 你怎麼 不然就這樣 老婆跟他講 他馬上就 而且馬上就懷疑 這個也有一點奇怪 他那個 終於一的那個 好像不是太高 高明 對不對 這後來就引起很多問題 他認為 這個是他的解釋 聖經有問題 我說全是錯誤 就是說 我的解釋是這樣 因為神有答應他 75歲的人 他說 老婆說 我要給你一個小子 可是老婆一直生不出來 現在老婆已經 副展科說 沒有了 已經過了 老婆說 他要有精子的時候 快生一切 老婆我就沒有了 你知道那個解釋嗎 他說 既然我沒有了 至少你還有精子 那生下來還是你的腫 所以老婆才說 不然我們借護生子 借別人的子宮 暖子 我沒有暖子 也不行 那 就是這樣 那個女人 下甲就是工具 知道嗎 老婆她不是愛下甲 沒有 她愛的還是她的老婆 可是 為了生一個孩子 因為神答應她 這裡有沒有問題 把神的忙有沒有問題 不然你如果神父出來 相對沒有面子 因為相對待會兒給你兒子 那幫神生一個孩子 這樣的話 至少完成神的信念 我們有時候會不會這樣 就擔心神沒有面子 那就用自己的辦法 結果小福島 越搞越慘 對不對 搞了一頭過的問題 神在那裡說 不對 我要的是你老婆生的才是 不是只有你的精子 還要她的老婆這裡 她都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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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主教是我做的 萬聰是我做的 你在怕什麼 你本來要給她一個人就好了 真的再給她一個蛋 就生了一生 是她老婆生的 這個都沒有想到 這個在我們 今天的無常都來講 是不可能的 平靜的女人怎麼可能再生呢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神怎麼有 可以到你說不可能呢 她老婆你也沒辦法 所以她解釋 她解釋神的承諾是說 只要我的精子就可以 這是她的解釋 那神說你是解釋錯誤 其實這次人家訪問我 我講的就是這一點 坦白講 就是神的啟示是真理 但是 要跟人家講的時候 都會加上你的解釋 你的解釋不是真理 你的解釋是你對真理的看法 那牧師每個禮拜天講到 都是在講 她對聖經的解釋 所以牧師在禮拜天講到 絕對不是講真理 是講她對真理的看法 既然是看完 就有空間可以討論 我的論點 這個就是後宣言 這個跟同性戀有沒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在政變 都是對聖經有關 同性戀的聖經的解釋 神學上 醫學上先不講 社會學先不講 我們講神學上的那個正義 都是解釋的問題 注意看那個聽懂 觀眾他們在那邊舉例 怎麼樣 跟自己聖經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都是他們的解釋 那我的論點是聖經根本沒有看心取消 所以你沒得 沒得拿聖經來聽懂 也沒得拿聖經來緩懂 你可以聽懂 可以緩懂 但是你聖經拿不到 除非你把它扭曲解釋成 支持你的聽懂的論點 那這樣可以 不過那個是你的解釋 你必須承認它是你的解釋 就是這樣子 沒有關係 你可以聽懂 可以緩懂 但是聖經拿不到 直接講說我反對統計念 沒有啦 因為統計念這個觀念 在聖經時代還沒有出現 這是後來出現的 好 雅伯拉安這個也不對 這個也不對 他有一個做得不錯 就是以撒 這個以撒是他等了25年 75歲神就答應他 到100歲好不容易生出來 那生出來是神吃的 神說我要給你後代 就給他一個 所以他相信神會保守這個後代 因為神要給他 不會說神一半就死掉了 誰還要邀請悲嗎 就想不到 他沒有出問題 到了10歲的時候 神自己給他說 還我 那是什麼意思 你 不給我你就不要給我 是你講要給我 你也給我 你就給我收起來 我又變得沒關係 你不是要我的後遺像 天上的心 海邊的沙拉姆頭嗎 這個單操一顆 你都給我收起來了 以後我後遺怎麼來 你 你不是要先去騙 所以他很有理由去跟神 argue 對不對 這個呢 這個還是你給我的呢 好 我想到 有沒來一句話 也有話賞賜 也有話收取 也有話收取 也有話是應當成熟的 這句話成立嗎 神給你 神拿走 因為本來就不是你的 本來就是神給你的 如果你可以吞得下去這句話 你在人面前 不管你的照會怎麼樣 你可以繼續的相信神 才能對嗎 如果神給你 你就相信神 神拿走你就不相信他 所以你是相信神的恩賜 你不是相信恩賜的神 你沒有忘了我的心意 你沒有忘了 我就不知道你了 對不對 很多老婆加老公 他老公要工作 他就做他老婆 老公沒有工作他就跑掉 所以他是加工作 他不是加老公 他要的是神 不是神的祝福 不是祝福的神 這是雅各被改變的一段狀態 那時候你不要抓了 你不要抓了 你要中我的王子 你跟我們建立那個 父子的關係 你什麼都有 你可以介紹這樣子嗎 還是你一定要手抓到東西 才有安全感 所以雅伯罕這個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神 你要給我後裔 你讓我先手把兒子殺的神給你 你還是可以讓這個死掉的孩子再活過來 如果你要的話 他的論點是這樣 這是根據新約的解釋 雅伯罕很相信 雖然以撒已經獻為凡祭 所謂凡祭就是殺死了 而且燒光了 變成灰了 好像火葬以後 神可以在這對灰當中 讓他的以撒再活出來 因為本來他就是生不出來的嘛 神在不可當中給他這個孩子 所以這個孩子如果又沒有了 神要再從裡面再給他 神不會有困難嗎 他相信 所以他盜拿起來 要放下去的時候 神說夠了 那一句話之後 他說我知道 你沒有把孩子看得比我重要 這個是神要知道的 他不是要他殺一殺 是要他說 你有沒有 在你心目中 比我還重要的東西 如果以撒跟神 放在天秤裡面 哪一個比較重要 神要你把他當神 而不是把神給你的任何東西當神 這樣要不然勒 是 這他好困難喔 是 是 我不知道 也許是 因為 那一段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讀那個吉克國 吉克國 他發了很長的時間去掙扎 那三天到底亞伯拉罕 心路立場 而且 而且他孩子還問他問題 當中孩子問他說 你什麼都戴著女 你幫人戴癢 亞伯拉怎麼說 說耶和華會預備 其實亞伯拉知道 耶和華就是要他先 他的孩子就是癢 但是他不敢直接跟他孩子說 就是你 他就跟他講耶和華會 後來耶和華真的預備 那是後來的事情 亞伯拉不知道 耶和華會當中協助 不曉得 你講的沒有錯 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是撒旦 有可能 所以我們在信仰的路上 當你要做一個很不合常理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 類似你剛才說 混沌增長 因此 我們的信仰 一直都不能活在感定當中 有個問題就是 其他國長上 是沒有信仰不要一樣 對 全新 對 因為教徒的同部分 他也希望有個立分之客 對 那會怎麼辦 沒有什麼 沒有怎麼辦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 旧約聖經 回教也解釋 那 猶太教也解釋 基督教也解釋 不同的教材 也不同的解釋 但是亞伯拉安 被稱為信心之物 這一個事情 是一個利 是一個重要的鑰匙 是一個重要的鑰匙 我的解釋就是說 他把神看著 比神的祝福還大 所以神在他的心目中 真的是神 所謂神就是第一大的 最大的 這是我的解釋 那我的解釋 不是真理 我的解釋 只是我對亞伯拉安 這個故事 線上的故事 我的詮釋是這樣 那你那個擔心 我也會有 就是 因為那個太奇怪了 殺自己的孩子 其實如果神沒有告訴他 的話 亞伯拉安應該是送去精神科 住院 對不對 一個爸爸 要把自己的孩子殺掉 這個一定有問題 所以我常常想說 我們的新娘 走到一個程度 會被別人看著 你是發生的 會 坦白講 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們半同學 真的要讓性高性 比較苦 我等於殺我的孩子的前途 我不能帶他去美國 至少留在台北 你要奉獻 你奉獻自己 因為我把三個孩子 無辜的孩子 就帶到狠村去 那時候狠村什麼都沒有 只有落山風 只有風吹沙 真的什麼都沒有 狠村的孩子大概多年到初中 就沒有了 你不是不知道 就要像亞伯拉安知道 到山上的孩子就要死了 你可以嗎 其實我也有正常 我當然不是用刀子把他殺死 可是我等於是殺掉三個孩子的前途 我也不知道後來會去美國 孩子會在美國讀書 這個根本沒有先跟我講的 那是後來的發展 也不在規劃裡面 當時已經下狠村了 還在考慮要在 教養國小還是狠村國小 還有選擇 因為狠村國小的老師 講的國語是人家聽不懂 是日本的國語 那教養國小是年輕的老師 國語人家聽懂的 可是 我的地方是 狠村國小的校區 那我們醫院的總部就告訴我 說 醫生你怎麼記得 就在末年前 學校要刷來玩刀 因為玩刀是教養國小的校區 台灣人都辦這個事情嗎 我不對啊 那女孩子 你既然已經犧牲不在台北 到我們就至少到比較像樣的國小 那將來他要考中學 比較有機會 我跟老婆掙扎了很久 但是 台北都不讀了 難道到我們村 還要用人的畫畫去 就是 需要這樣嗎 所以我們決定不要 既然我們醫院是在 小校區 就是什麼都沒有想到 我只是一個 我們夫妻兩個對小孩子教育的一個決定 想不到那個 橫村國小的校長是長老會的長老 他老婆是很尊國小的唯一的年輕的 國語比較標準的 是教三年級的 站在門口 歡迎心聲 看見我們那個小鬼就是要聽報道 說 欸 演唱路人這是你 對啊 喔這樣走 到我那班 他就自動這樣班 就從三年級到一年級 然後就把那個整套的那個國語畫音什麼什麼錄音 讓你驚醒後 比較不會讓我趕快 這是我的經驗 但是 那個博恩牌也出牌 坦白講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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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熟悉了 九月丟了你 所以每個禮拜開母解會 我小孩在學校知道任何調皮道 當然我 我大概在晚上知道 因為禮拜天就會往高中 那我們開母解會就是要讓 家長知道小孩子在學校 我長老都是一個學期開個一次兩次 我那時候 那時候每個禮拜都沒有學會 所以我小孩就很乖 因為他為什麼不給我媽媽也最知道 這都不是 我這樣說 我這樣跟人家說 這是我的經驗媽媽 沒有保證什麼 有的人就是這樣 我想 春來年少年 小孩就要去 香港人找來 所以我們在台中 Morrison 剛才都沒辦法 台灣都沒辦法 所以 他們其實真的付代價 那個就跟老婆 生理殺類似 類似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當你要走獲獻的路 願意服侍神的時候 你的子女家庭也會受千年安 這個是沒有辦法 這是全家 但是神會有祂的帶領 我只能這樣講 我那時候就禱告 就是說 如果我的孩子 再很蠢 後來就只能當功 因為他沒有機會 我就希望他是快樂的 可以傳奴隱的功 我們最後就是底線 我並不期待他突然的機會 怎麼會有沒有 我就是說 如果神 因為神 要神對他的帶領 就是 他沒有機會受好的教育 就是到處走 我們怎麼會這樣 我們怎麼會這樣 我們都有那個士大夫的觀念 知道嗎 再來怎麼再好 那是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基礎堂也是這樣的 所以 我們沒有辦法 也就是說 功能也是相對所聽的 我們沒有辦法 怎麼會這樣 到時候我說 我老婆去就是這樣 我沒有相對不給他這樣 那是 那不是 相對是跟我說話 沒有 所以你講的沒有說 我們不知道 所以 我喜歡即刻我那一句話 就是恐懼占盡 做成得救的功夫 因為特別上帝在那種 不按我們的理 按我們的理性比較簡單 對不對 大家都這樣想 但是要做那種 他們要覺得很奇怪 不能接受 不道德 或是不對的事情的時候 你內心會 會挣扎 我有挣扎 不是沒有 是有 你講的沒有錯 就是萬一就是 不是神的 我們就 對 或是氣瘦 或是叫魔鬼便宜 還是怎樣 可能沒有 但是因為聖經沒有描述 他內心的那個 那其他口是他去思想 他自己去想的 寫了一些他的內心的掙扎 他有另外一面 沒有講到你說的魔鬼 好像沒有 但是你的那個 可能因為我相信有鬼 所以你那個擔心是 可以存在的一個擔心 沒有錯 沒有錯 一樣 對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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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沒有錯 沒有錯 當成絕對 如果那個不是神的話 那個就變成偶像 你對他的忠誠是絕對的 所以你看到這位教徒 他邏輯是很對的 你知道嗎 只是他對舊約的解釋 那種解釋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就是說女婿難殺無辜 上任的是他們是為阿拉 阿拉要當去殺 所以也不自為教徒 基督教也是在 十字經通真 在人類歷史太多 這種 這種東西了 那現在的緩動 挺動也類似 我告訴你 不管哪一輩 都認為他們在為神 做事 你只會聽他 我說基督徒 特別是武士 他在緩動 在挺動的時候 都是認為 神是這樣的意思 那你們補照神的意思 所以 我們應該要譴責你 所以一樣 只是我們沒有用刀殺 我們用嘴巴殺 那 後現代的神學就認為說 神的啟示 是真理 但是我們對聖經的了解 是詮釋 所以你不要把你的詮釋 當成真理 看這個就是後現代 那你就會 到的某一種 前輩的態度 會把自己的詮釋 絕對 因為我是解釋聖經 聖經是絕對 所以我們解釋 就全對 這個是現代犯的錯誤 那你講的就是 那些 回教也不是都這樣 是有少數 所以回教裡面 也有 大多數是比較和平的 也有少數是極端的 那極端的 對不對我們不知道 只有到神那裡 我們才知道 坦白講 如果我們講嚴格一點 也許他們對 誰要他們去殺 那些無辜 也許對 那不知道 就是 像普通的論理來說 是 很不正的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對不對 是我們會很掙扎 一旦你把某些東西 絕對化以後 你就會做得都很可怕 還是真正的有詞 覺得你是為神做的 這是你的擔心對不對 對 那那個是存在的 那個是存在的 我們時間超過了幾個鐘 我們抱歉 我們來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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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 我們謝謝你 今天晚上我們在這裡 談了一點點 雅伯拉喊 他的忙照 還有他的背景 特別是這個 發別塔 這一些人 我們發現 我們人一生當中 實在是不容易在尋找 你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然後我們怎麼去過我們的一生 怎麼樣真的能夠 學習雅伯拉喊 信心之戶的腳步來走 其實每一步 都有他的艱難 都有他的不決定性 求神你保守我們 讓我們這一生的信仰 真的能夠 在信心上面 能夠讓你喚起 大保護耶穌基督的名 Amen